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范明 欢迎收看新推荐 继续推荐新剧最美的安排 因为对早逝妻子的爱 潘大为把娘家当作自己的家 对丈母娘和小姨子操碎的心 我问你 这些钱能买回来你爸的命吗 能换回来潘大为和潘斗拉 跨二十年的父子情吗 能解了你解的委屈吗 我觉得这个女人她的内心比潘满为还强大 杨青未婚先欲 她竟然真敢断绝关系 但内心在默默地祝福她 我觉得她把中国的男人女人之间融为一体 凭什么呀 就凭潘大为当年卖了自己的房子给我闺女治病 我闺女死了这么多年 潘大为还在家里找我 这房子我要不给潘大为 我都对不起我闺女 她跟潘大为之间她比儿子还儿子 比女儿还女儿 她看出潘大为骨子里是善良的 我把她就视为母亲 我给难过的时候我要走 我就怕以为我算起她房子了 我越不想她越给我 潘大为和丈母娘亲如母子 对自己的几个小姨子 也是责无旁贷地扛起了胸腹般的责任 我要就是看那个戏 我都怀疑小姨会爱上她 她记本写得不错没有爱上她 她真是无私啊 无私地可怕 你比如老三 我跟你姐夫在一块呢 我们就在酒店 你赶紧过来 回头 我把位置给你发过来 不会的 姐 你们肯定认错人了 我相信你 龚长 她不会这么对我的 对老三在她婚姻上试试汉位 毫不愧把你无能收拾到家 当你对不起我小姨子 我要收拾你 带她一起去抓那个现行 别狡辩 你给人家拍 你自己拖了个半裸 穿个大口衩的拍 你是大口衩的艺术家 而且给她打气 帮她做任何事情 甚至买的项链 就有细节 她不惜为她去退 就没理由地帮她 她们约你撒娇 明着你做的不对 她惯她 要像当爸爸 当家长 听众朋友们 又到了跟您说再见的时候了 老四在电台做主持 由于她在情感上情长低的 没办法 特傻 一直被人给骗 把话说清楚了再走 梁姐 我一定会给你解释清楚 但今天不是时候 好吗 我就问你 你是不是一直都在骗我 她就毫不愧是 汉位小姨子 不惜动用男人之间的拳头 就是责任 我觉得责任对一个男人 真的很重要 而且一定从内心生根的 没有让自己就嫌的那机会 就是为了帮所有人 其实自己也过得很糟糕 大家都说 我是个好人 可当好人太累 我不想当好人 下半辈子 我希望有个好命 一心为大家的潘纳维 也有过委屈的时候 涉及到一些家庭利益的时候 他会不被理解 而且随着他 杨青的回来出现 还在绅士之谜的改变 大家对他也感觉 是不是他带着什么功利心 这时候就开始有误会 有误解 做了那么多事情 最终他认为自己很悲哀 很孤独离开杨家 这种委屈 真是人生打碎牙齿 往肚里面 这个时候好 这咱家的钥匙 还有各种卡 有水卡 电卡的 没锡卡的 你都报告好了 姐夫 不管你是真旅游 还是假旅游 我们都等着你 不是 是真旅游 那现在那我走了啊 家里就靠你了 照顾好 还请大家继续收看 新推荐 明天见